四字二节 新的第14题 这又比较难一点了 是a乘以1的x-b 分子a乘以1的x再加b ab都是实数 一般我们讲的ab都是一个实数 都是一个实数 给它3就3-5就5是一个实数 这个不定机会 到底长的什么样子 长的什么样子 首先看分子不是分母的导弹数 不是分母的导弹数 还有一个常数 那怎么办 这是个特殊解法 特殊解法 我给它叫做拼拼臭臭法 给它拼拼臭臭法 你看一下 我加1再减一个1 加1再减一个1不影响 加1减一个1不影响 前面两个给它合并 前面两个给它合并 给它通分 1给它分子分母乘以a乘以1的x再加b 减b a乘以1的x再减b 会把那个常数系数给它消掉 系数给它消掉 这是个特殊解法 你看一下 前面两个通分 剩下是-1的不定机分 前面两个通分 这个常数b消掉了 常数b消掉了 然后变成两倍a的1的x 这个东西分子告诉分母的答案数 u of x u of x 这是u prime of x 所以你看到分子是分母的答案数 又想要是公式 差个常数倍没有关系 是nature log u的绝对值 再加c 差个常数倍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边分母的答案数是a a倍1的x 分子是两倍a的1的x 差个常数倍没有关系 所以你要令分母为u 那1的积分就是x 就简单了 所以这题用加1减1 就是蛮快的 蛮快的 所以前面是令分母为u 后面是1的积分 这个u分之1du 注意这个消掉以后 这消掉以后还有两倍 还有两倍 所以两倍的nature log 截对值a乘以1的x-b 再减掉这个积分是x 就可以马上写答案了 就可以马上写答案了 所以答案 这个不定积分会等于 这个不定积分会等于两倍nature log 截对值a乘以1的x-b 再减掉x再加c 那一个题目可以考成这样子 a1的x再加b 这个是a1的x-b 那这怎么做 这要怎么做 就要-1加1了 所以刚好要 还是加1-1 还是加1-1把b消掉 还是加1-1 这个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还是加1-b 就是要把b这个消掉 我这边加个2-b的话 要-2-2 主要是要把这个系数消掉 剩下只有1的x的系数倍 常数倍 1的x 1的x的常数倍 1的x的常数倍 剩下这个不能有常数 这样子做的话 分子刚好是分母的导含数 差个常数倍 这基本概念要有 就是要把这个系数消掉 要把这个系数消掉 加个2b的话 要加2-2 所以要看题目 所以题目可以变化蛮多的 变化蛮多的 这是四字二解析题第14题